今天是5月23號 星期四 現在時間是早上8點30分 祝福大家 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 那今天早上最重磅的消息 就是揮答 他真的要分割了 是不是 今天早上凌晨4點 凌晨4點 揮答公布他最新的財報跟猜測 財報跟猜測 等一下我們會再來講 最新的財報跟猜測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是 揮答股票真的分割了 一分為十 這不是我們在前兩天所講的吧 是不是 前兩天早上8點半 在這個時間這個地點 我就告訴大家 揮答這次股票分割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我還教大家自己去驗證 是吧 所以其實說這個東西就是 當一間公司他在高速成長期 他會做的動作 基本上就會決定他未來到底會怎麼走 所以揮答說這一次 真的這樣分割下去 就代表說他對於未來的行情 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等一下我們會慢慢再來講 當然說揮答在盤後 就是說台灣時間的 4點到8點 這個美股的盤後時段 他是大漲了超過6% 還有台積電ADR 等一下台股 我這樣說 等一下台股開盤 至少先漲個200點差不多 200到300以上 因為如果說已經 目前台積電的ADR來看 台積電ADR現在漲4% 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台積電ADR是漲4% 所以等一下台股開盤 台積電有機會就直接 占上900了 所以其實說 整體的邏輯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AI整個大趨勢 沒有任何的改變 而且他所帶來的效益跟獲利 絕對會遠遠超過大家的想像 我們直接看一下 今天的幾個重點 我直接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結論 今天台股一定會大漲 可能會大漲到超過300點 400點都有機會 不誇張 300到400都有機會 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包含像是 如果說以族群性來講的話 今天一定要去留意的 包含像是Blackwell的供應鏈 就是輝打的新GPU的架構 包含說GB200 Blackwell 整串供應鏈都要去做留意 我應該是這麼說 輝打或是說 輝打AI伺服器的 從上游到下游的供應鏈 它都會受惠 全部都會受惠 看誰先漲而已 看誰先漲 誰後漲 那昨天還有一個亮點 可能說大家沒有注意到 就是太陽能 我覺得今天的太陽能 也是有機會 如果說今天太陽能沒有漲 明天也有機會 應該說近期 近期的太陽能族群 包含說聯合再生 援金 茂迪 安吉 這些都有機會 很久沒聽到了吧 這些太陽能族群 為什麼 等一下我會一併來講 我們先看一下 輝打財報重點 輝打的財報重點 第一季的EPS是6.12 高於市場預期的5.6 這個數字是非常非常好 這個數字是好到爆炸 真的是好到爆炸 因為就像我昨天講的 現在大部分的華爾街投資機構 包含我個人也是 我覺得說輝打 華爾街給出來的猜測 已經到太好了 比較難去超越 結果輝打又再一次 跌破大家的眼鏡 這個邏輯就像我之前所提過的 就是說 華爾街你也知道 歐美人嘛 他給出來的數字 通常都比較浮誇一點 華爾街給出來的猜測 已經夠浮誇了 結果回答自己本身 開出來的數字 開出來的財報 比這些浮誇的華爾街分析師 還要再更浮誇 這就代表說整個AI的需求 真的是 遠遠超過大家的想像 你看 高於市場預期的5.6 其實5.6這個數字 已經很高很高了 已經遠遠超過上一季 結果開出來竟然到6.12 你說扯不扯這個獲利數字 好 那重點 還有包含說第一季的營收 260.4億 高於市場預期的246.5億 不論說他的獲利 每股盈餘還是說營收 甚至毛利率 全部都是遠遠超乎市場的想像 年增262% 非常非常強 重點還是在猜測 連猜測也一樣 因為說以目前華爾街來講 他的猜測是 266億 在第二季 第二季266億的猜測 其實這個也已經算是高標了 結果回答自己給出來 又再更高 280億 重點還有提到 我就說 因為他有這個 整個匯後的電訪 如果說在電訪裡面 他們家財務長有提到 Blackwell的本季 本季會開始大量出貨 那下季會開始量產 那重點 他們家財務長也有特別提到 一直到明年 Blackwell的晶片 基本上都是供不應求 那包含像GP200也是 目前也都是供不應求 所以我覺得說整個 可以說整個揮達的供應鏈 他目前的狀況就是供不應求 那再來 最重要的一件事 6月7號起 將進行依差時的股票分割 是不是 有沒有 你會覺得 這不是昨天就講過了嗎 所以其實說 我跟大家說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只要說一間公司 他正在高速成長期 他就會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看 當揮達真的進行股票分割計畫 這也代表說 他們現在就在高速成長期 真的就是這樣 我直接舉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包含像是 如果說我們說台股 你說看美股 你可能比較沒有感覺 那如果說 講台股的話 最直接的例子 就是當時的艾普 來你看喔 當時的艾普 他是從800分割 那800分割過來 他好到400 那400又一路上升上去 漲到接近800塊 所以基本上 只要說他是在一個對的產業趨勢 進行股票分割這件事 都是非常大的利多 天大的利多 所以這些都是好事 我們直接看一下 我先帶大家看台積電好了 台積電的ADR 現在是盤後 盤後 盤後就是台灣時間的 凌晨4點到早上的8點 盤後大漲4% 大漲4%欸 很誇張欸 如果說今天台積電的現貨 跟上台積電的ADR的話 4%這個幅度 台積電是會從到900塊 那如果說以指數來講 今天如果說追價力道夠強的話 噴到個500點都不是不可能 真的不誇張 今天的台股的現貨 是有機會大漲到500點 所以我才說很多的好股票 要買真的就趁現在 那你如果說前幾天信心不足 覺得市場很冷清 沒買到沒關係 今天我一樣來帶你買 今天一樣可以有機會帶你去買 包含像是NVIDIA NVIDIA的盤後 盤後也是大漲了6%以上 那你看喔 其實說這就可以凸顯出台積電 在整個AI供應電 它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強 就是說 明明就是說整個財報是揮打比較好 猜測也是揮打比較好 那結果 漲勢更強的 反而是台積電ADI 因為正常情況來講 台積電可能會小小漲 那結果揮打的財報 猜測出來 台積電也跟著大漲的4% 所以其實這樣一連串的關係 你就會知道 整個台積電供應鏈 或是說台股的整個相關零組件 在全世界AI的地位 都是非常非常的強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 沒有什麼悲觀的理由 就是現在一大堆相關的供應鏈 一定要下去做留意 前幾天沒買也沒關係 這就是剛發展而已 而且我可以告訴大家 揮打股票分割是在6月7號 6月7號過後一定大漲 真的一定大漲 這個邏輯很簡單 其實說我在前兩天 我已經把今天要講的 我已經提前告訴大家了 就是說一間公司他為什麼會去進行股票分割 為什麼我在前兩天 我能夠這麼篤定 這麼肯定的跟你說 你自己去驗證 揮打他在這一次 有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機率 他就是會去分割 因為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揮打他現在很需要資金 他需要更大量的資金 去建造更大量的晶片 以解決供不應求的問題 因為他現在在高速成長期 好 那你要去想 當一間公司需要更大量的資金 他要怎麼辦 發債太慢了 他要增資也太慢了 最快最快的方式就是分割 因為分割分下去 能夠買得起的投資人就更多了 能夠入手投資人更多 參與者變多 流通性變高 他的可用資金不就變大了嗎 是不是 這就是一個產業邏輯啊 所以當時的Apple Tesla 都是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一定要進場 今天明天一定要進場去買股票 這是相關的供應鏈 好 我們一樣是大方向整個來看一下 所以如果說你不知道有哪些可以買 哪些值得去布局的話 加入我們的Lite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你直接加入 因為就像我講的 其實我在前兩天 我會這麼篤定的告訴大家說 揮打他有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機率會分割 代表其實我心裡早就有答案了 是不是 我沒事 我不會跟你連續講三天 禮拜一講 禮拜二講 禮拜三也講 我就一直強調揮打 他真的會分割 我沒事 我不會這樣一直講 就我心裡其實已經有答案了 所以你說要買什麼股票 接下來會什麼股票受惠 我全部已經挑出來了 甚至我們在昨天 早就已經帶會員去買了 所以你不知道要買什麼 怎麼去買 什麼股票到底會受惠 打電話進來 找我準沒錯 因為全市場全台灣 絕對沒有人提前告訴你 揮打股票會分割 看一下 道瓊 道瓊昨天一樣相對 持續小幅震盪相對強勢沒問題 包含像納斯達克也是 納斯達克昨天小幅度的震盪 沒有太大的問題 今天美股一定會大漲 因為說今天晚上的美股 它會受到揮打的帶動 創高都是沒有 包含像廢伴也是 有沒有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費半早晚都要創高 有沒有 我在前幾天也是跟大家講 道瓊創高了 納斯達克創高了 S&P500創高了 費半跟其他三大指數的 連動性非常高 所以基本上費半早晚都要創高 那你去想一個邏輯 當費半創高 你覺得台股不會跟嗎 是不是 就是說520過後很多人其實說 是比較悲觀一點 那也是比較觀望 但是我就想 你就想這個簡單的邏輯 費半創高台股會不會創高 百分之百吧 那既然說費半會創高 就代表說台股它一定還有空間 是不是 今天晚上費半就創高了 你可以自己去驗證 今天晚上的費城半導體 它會創歷史新高 所以整體格局沒問題 那包含像日經 日經目前時間是早上841分 目前是小漲了0.4% 那韓國股市也是 目前是小跌 不過這又不是重點 今天的亞洲股市 焦點一定是在台股上面 一定是在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漲個半更漲停 搞不好都有機會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包含說其他的商品 以國際商品來講 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稍微有一點點的 在轉強 這部分可能就要稍微下去 做留意一下 因為說美元指數轉強 可能會壓抑到新海幣 不過說 就算壓抑到新海幣 我覺得說這些都是 這些事件在灰打面前 在台積電的面前 就是小打小鬧而已 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就是說灰打跟台積電光 是太耀眼了 什麼美元 美債 全部都會被壓過去 所以這些就是需要留意 但是不用說太過於擔心 包含像美債也是 美債也是昨天小幅度的震盪 黃金 黃金目前一樣 是在一個強勢整理格局 原油 原油還是持續在弱勢 我覺得原油弱勢 就是最好的狀況 原油弱勢 它就會去壓通膨 通膨就上不來了 那通膨上不來 降息機率就會越來越高 沒有問題 那VIX也是一樣 比特幣 小幅度的震盪 還是一樣 看好比特幣 它會創歷史新高 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 以昨天的美股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兩檔 你今天就去做留意 最重要的就包含像是 第一太陽能 美國的第一太陽能公司 昨天是大漲了18% 回答講完了嘛 反正回答的供應鏈 你就去留意GB200 就去留意Blackwell 廣達 鴻海 技嘉 偽創等等的 甚至8210的情城 這些全部都可以去做留意 只要是未接低 它一定會有它的補漲空間在 好 那我們再來提到說 剛剛所提到的太陽能 如果說以太陽能來講 因為昨天的 這個美國第一太陽能公司 大漲了18% 單日喔 單日大漲18% 那去看它的盤後 零晨4點到早上8點 也沒有回跌喔 等於是說它扎扎實實的 大漲了18% 將近兩根漲停板 昨天單日就大漲 將近兩根漲停板 好 那你說 美國太陽能漲 台灣就一定會跟嗎 這個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昨天的美國第一太陽能 它會大漲 後面給我 它會大漲 主要就是因為說 他們有去做反應嘛 因為說反傾銷稅的問題 他覺得說 他去跟拜登政府反應 反應說 中國大陸它這部分的太陽能 都在銷價競爭 導致他們的毛利率大跌的 大概是50%左右 整體的售價下跌的50% 因為中國大陸 它可能在越南 泰國等等的建廠 當然它用非常非常低的成本 賣到美國 所以在美國這幾天 比較大的太陽能公司 他們就算是說連署 叫拜登 他一定要去課徵反傾銷稅 那我覺得說 這個法案通過的機率 非常非常高 看昨天低太陽能 大漲18%就知道 那如果說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台廠的太陽能板 他就會收到轉單 因為說 如果這個反傾銷稅通過 他要從中國大陸進 他的成本會拉到非常的高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他就轉往台廠下單 所以我覺得說 這件事情 昨天的低太陽能大漲 他背後的意義 就代表說 援金貿敵安景聯合再生等等的 有機會受惠到轉單 今天就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如果說在今天會非常重要 不知道怎麼買股票 買哪些股票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視訊我們的Line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48分 台股市小漲了 大概是40點左右 漲點好像沒有預期中的 這麼的強 主要其實就是 昨天提前反應過了 說揮打財報這麼亮眼 台積電AD盤後大漲4% 現在起火怎麼好像沒有什麼動 沒有什麼大漲 這個邏輯就蠻有趣的 就是其實昨天的台股 已經大漲了300點提前反應 因為其實昨天很多人不知道說 台股到底在漲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大利益都揮打 又要公布財報大漲了300點 是不是 那其實昨天的台股 它有一點提前在反應 今天台積電揮打的味道在 所以如果說 昨天已經提前反應過了 今天漲勢可能就不會到 這麼的強 繼續再創高 但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還是在於個股 包含說GB200 包含BlackWare 包含說整個太陽燈場 今天都有機會 我們再來看一下 因為說 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我們在節目上 不論說我的YouTube 還是說現在的中視直播 都是給大家一個大方向 主要都是大方向的邏輯為主 詳細的個股 個股裡面的進出場點 還是以我們的訊息為主 我們會員訊息為主 所以如果說大方向看完了 那你想收到更精準的個股的進出場點位 什麼股票可以買 這個族群裡面說 BlackWare裡面的族群這麼多 個股這麼多 要買哪一檔 那挑出這一檔之後 什麼股票又要在什麼時間點進場 你可以直接加入我們的會員操作 會直接給你更明確的訊息 好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 現在的盤前 現在盤前 台指算是小漲一點點而已 主要就是昨天反應過了 如果說以今天整體的行情來講 我們先看昨天最熱門的 像是說2357的華碩 其實說如果以華碩來講的話 華碩目前的位階還不高 不要覺得說華碩已經到了530多塊 它是不是已經太貴了 其實華碩不貴 因為華碩它在 因為說AIPC AIPC就像我們講的 AIPC它在下半年 它會開始去進入一個量產 第二季是一個PCMB手機的谷底 那到下半年 它就會開始進入比較大量的生產 會進入一個復甦的週期 那以華碩來講 華碩目前的位階大概是 14倍本益比左右而已 預估本益大概14倍 因為說華碩它經典預估 可以賺到35到36 而且在2025跟2026 整個趨勢它是持續向上 所以基本上 整個PC跟MB的產業 2024它就是谷底 如果說以2024的季度來看的話 第二季就是谷底中的谷底 所以我才說其實這些都可以 持續去做留意 華碩 包含像是2330的台積電 台積電繼續在創高 865 那就像我講的 現在的台積電ADR是大漲了4% 但是台積電目前的期貨看起來是沒有根 主要就可能是昨天的台積電 已經提前反應過了 提前反應過這部分的 這部分的漲點 所以台積電一樣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它最好最好的買點 是在800塊以下 那你說現在可不可以買 可以 但是你現在要買至少放個半年 放個半年 如果說整個AI持續發酵 反應到2025年的話 台積電上看四位數 沒有問題 你可以去驗證 包含像是剛剛所提到 還有像是2317的鴻海 鴻海也是 鴻海在目前這個位階也不貴 就像我講的 鴻海如果跟廣達去比 同樣都是一個ODM的產業 同樣都是ODM的產業 鴻海今年預估是11到12 那廣達大概是12點多 它的EPS比鴻海高這麼一點點 但是股價高了100多塊 就有機會產生這個比價效應 所以一樣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好那我們再回到剛剛所提到的太陽能 如果說以太陽能來講 因為說如果說這個法案正式通過 台廠一定會收到轉單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包含像是6443的元金 大家熟悉的元金 元金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它的線型沒有到很好看 但是主要它就是要吃 去吃這個低太陽能的轉單 所以元金可以去做留意 還有包含像是3576的聯合再生 有沒有這些都是很久沒聽到的股票 我覺得接下來有機會啦 因為說低太陽能的位階低 那第二它也有短線這種反輕銷稅的題材在 包含像是6244的茂迪 茂迪也是有沒有 近期稍微有一點在反應 所以我覺得說茂迪也值得下去做留意 還有像是3686的達能 達能也是稍微可以持續下來做留意 這些都是成交量比較大一點的太陽能廠 因為你說它真的能夠吃到轉單 有什麼實質的貢獻 我覺得可能難度比較高啦 因為畢竟說以台廠的太陽能廠來講 在國際上它的佔比是沒有到很高 但是不管怎麼講短線上 它就會吃到車夫人的題材 光是題材股價就有機會 這就可以去做留意 那如果回到我們電子股來講 其實說電子股就很多了 從GB200一直載到Blackwell 從上游的IP一直載到下游的MBPC 能夠操作的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如果說看昨天的話 其實就像我講的 6213的臉貌其實位階不高 有沒有 其實我在前一個禮拜我就跟大家講了 香港的劍濤在大漲 劍濤大漲它背後就在反映一件事 銅箔基板的報價在漲 是不是 劍濤在漲一定就反映這裡 因為說劍濤它是全球最大的銅箔基板廠 所以劍濤漲完 我當時怎麼講 1815的富橋去做留意 有沒有 富橋這兩天兩根漲停板 連續噴了兩根漲停板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富橋在今年 能不能轉虧為已 目前還是未知數 所以1815的富橋 我只建議短線操作 再強調一次短線操作 什麼叫做短線 短線就是純看技術面 你想用什麼均線都可以 跌破五字線出場 跌破十字線出場就這麼簡單 純技術面短線操作 當上游的波線布波線沙 富橋漲完之後 資金就可能會回流到 比較中下游的銅箔基板 聯帽 台光電跟台藥 如果說聯帽 台光電跟台藥的話 目前是 這三檔其實目前位階都不高 但是短期內比較看好了 會是6213的聯帽 跟6274的台藥 這兩檔都很有機會 目前位階都不高 因為說台光電其實也不錯 只是說台光電它之前 有調韓國斗三廠的訂單 那調斗三廠的訂單 不是說它營收就受到什麼影響 而是說它需要去找其他的客戶 訂單去補它這一塊的缺口 所以它的起漲周期會稍微的 比較慢一點點 這部分都會持續現在做留意 那還有包含說 位階比較低一點的 我一直在強調金像電 或是說 像2313的滑通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跟 AI的上游 下游 伺服器 全部都有相關 位階地它就都有機會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不知道 到底該買什麼股票 去買什麼樣的股票 有機會受惠 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失訊我們的LINE 在今天收盤之前 或是在禮拜五之前 我帶你來買 下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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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